第二十二集 听完这些 方平微微蹙眉道 这么说 没有四品舞者在场 普通人就无法成为舞者 方平的心思 黄斌太清楚了 这不仅仅是方平的想法 普通人谁不渴望成为舞者 要不然 也不会有当年的 功法禁传事情 正因为这种人太多 四品舞者又不是大白菜 很多人都冒险搏命 才导致功法禁传 换成黄斌的亲人子女 黄斌当然要说清楚了 哪怕他突破三品 子女要突破舞者 他也会花代价 找四品舞者帮忙压阵 可方平是谁 设计陷害自己的仇人 所以方平一问 黄斌连忙道 也不是说非四品舞者不可 只要基础牢固 危险是有一些 可并不是太大 以前也不是人人都有四品舞者守护 大多数老辈舞者都是靠自己 只要一次性能突破成功 那就没任何危险 很多天才 其实根本不需要人守护 因为这些人一次都能成功 说吧 黄斌还看了看方平 显然是在说 你就是天才 别怕 直接突破 死不了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都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对年轻人 要吹捧 你吹捧他 他高兴 你贬低他 他反而不说 觉得你小看了他 黄斌了解这些年轻人的心思 毕竟他曾经也是年轻人 想当年 他黄斌 不也自信满满 觉得自己没人看护 也能顺利突破五折 可也不想想 就连五大的那些学生 每年新生都有一半的概率 突破失败 当年黄斌在武道培训班 差点就因为突破丢了小命 至今心有余悸 方平要是想尝试一下的话 黄斌乐见其成 前提是 这小子能活到那时候 见他打听舞者的情况 黄斌巴不得这小子 马上突破 死了最好 可惜 这小子现在还不够资格 想突破都没机会 方平又不是真的十七八岁 哪还不懂这家伙的想法 心里暗自吃笑一声 不过还真别说 方平其实还是有点这想法的 是不是天才他不知道 可他有挂爱 这样也勉强算是天才了嘛 不过 现在距离突破舞者的标准还走 方平也不多想 要是考上了武大 有导师守护 方平也没必要冒险 心里想着这些 方平再次问道 你有修炼功法吧 有 黄斌回答的干脆 马上道 低品舞者 其实大部分 都是修炼基础功法 武大培训班和武大的基础功法 差不多都一样 就算有所差别 一般也是淬炼的顺序有些差别 人体骨骼众多 有的功法先淬炼腿脚 有的先淬炼双手双臂 这些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顺序的问题罢了 骨骼的淬炼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准武者突破武者 也只是对骨骼 做略微的强化 低品舞者 哪怕倒三品 也是一直在催炼骨骼 那你的功法呢 黄斌眼中露出一抹笑领 继续道 基础功法 我看了二十年 早就烂熟于心 自然不用带什么秘笈在身上 功法就在脑子里 只要你放了我 功法我马上给你 他说没带功法秘笈 方平是相信的 趁钥匙放在身上 方平早就发现了 可这玩意儿 让他背血抄露 哪怕黄斌给了方平 方平也不敢相信他 没再追问功法的事 此刻的方平 想的是如何处理这家伙 杀了他 正如黄斌说的 阳城官方的人迟早会发现 毕竟这家伙躲躲藏藏的 看样子就是在躲避追捕 还有 方平哪怕心理年龄比现在大 可他坏事是干过 杀人还真没有 黄斌给他杀 这时候的方平 恐怕也不敢 可不杀他 这家伙是二品武者 太危险了 那就只能送到警局了 关键是 方平看了一眼 面前的包裹 这要是把人送走了 这些东西 警方会留给他 别开玩笑了 好几百万的财物 有些东西有钱都未必能买到 比如脆骨单 护腐单 这些都是目前方平 买都买不到的东西 那又该怎么处理黄斌呢 方平有些头疼 这家伙 现在有些烫手 送走那是肯定的 关键是看怎么送 不能就这么送到警局 到时候 恐怕毛都落不到 他一个普通人 哪有可能跟官方的人讨价还价 沉吟了片刻 方平心里大致有了决定 没理会一脸期待的黄斌 方平找了一会儿 找到了之前扔下的半截木棍 一看方平捡起木棍 朝自己走来 黄斌脸色瞬间发黑 有些紧张到 你 你做什么 你太危险了 昏迷比醒着好点 别 别过来 别叫 别人听到了 你比现在更惨 黄斌很想大叫 很想惨叫 可一想到 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黄斌硬是不敢叫出声 他不敢叫 方平可就不联系他了 砰的一声 木棍再次砸到了他脑袋上 这一刻 黄斌想死的心都有 更恨不得马上晕倒 可就算他装晕 方平也没手软 砰砰砰的 一连砸了五六下 直到黄斌身银声 都有气无力了 方平这才把手 难难道 脑袋真够硬的 几分钟后 方平从201走了出来 关好门 方平手中还提着个 黑色塑料袋 他没拿那些现金 君子这些东西 也都没拿 只是将六瓶丹药 带在了身上 这些丹药都昂贵无比 方平可不放心留在这儿 要是被贼顺手给拿走了 他哭都没地方哭去 至于黄斌 被方平再次堵上嘴 给塞到床底下去了 从小区走出 方平微微醋眉 丹药都被我带出来了 还不算财富值 是条件没达到 还是这些食物 不算财富值 只计算现金 应该不是现金的问题 毕竟刚刚那些现金 我也拿过 方平心里判断了片刻 猜测应该是这些钱和丹药 目前其实还不算完全 属于自己的东西 毕竟这事一旦处理不好 最后这些财物 不一定会归属他 财富值没有增加 方平暂时也不着急 当务之急 还是解决黄斌这个大麻烦 人是拿下了 按照原本的方案 直接送警局就行 可现在 方平可不甘心 就这么把人送进去 黄斌又不是哑巴 进去一抖了 东西都被自己拿走了 现在的自己 可扛不住 来自警方的压力 方平想来想去 这事还得找人帮忙 一起分担压力才行 大不了一起分赃 如果方平有能力 摆平后续事宜 以他的性格 自然是独吞 可目前的自己 缺少这样的能力 为今之计 只能割肉 好歹比一点 拿不到要强 找谁分摊压力 方平脑海中 闪过了王金阳的身影 这也是无奈之军 不是他知道 王金阳在追捕黄斌 而是方平 只认识这么一位舞者 不是舞者 没这个能力 顶住压力 不管是父母 还是学校的老师 包括其他 方平认识的人 他认识的所有人当中 唯一有能力 有希望保住 这些财富的 只有王金阳 另外 王金阳是五大的学生 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身份 方平和对方 接触过一段时间 算不上有多了解 可从言谈中 勉强可以判断出 王金阳应该不是太坏的那种人 哪怕分赃不均 那家伙吃毒食有可能 要自己小命 不至于 他是五大学生 正是舞者 前途无量 为了几百万 弄死自己 毒吞的可能性不大 最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王金阳 毒吞了所有好处 稍微好点 王金阳吃大头 好歹给他留点好处 再好点 那就和方平预料的一样 大家平分 这对方平而言 是最好的结局了 将前因后果都考虑清楚了 确定自己完全有保障 方平已经下定了决心 此刻的方平 唯一的想法就是 自己还太弱小 他要是强大一点 成为舞者 毒吞了又如何 他抓捕逃犯 一不小心弄死了对方 就算是正当防卫 杨成官方还能找他麻烦 杨成舞者不多 地位尊称 哪怕明知道他吞了好处 也不会生长 可现在不行 现在的他 一个普通的高三学生 谁会把他当回事 黄斌不管是死了 还是送到警局 只要被查到和方平有关 方平就别想占什么大便宜 大不了 给他一点见义勇为的奖金 可对比那几百万的财富 奖金才多少钱 方平可看不上这个 十多分钟后 上午十一点多 一钟 最后一节课结束 吴志豪刚出教室 就见上午请假的方平 在教室外朝自己招手 吴志豪现状走了过去 有些好奇道 哎 方平 你生病了 上午老板说你身体不舒服 没事 有些锻炼过多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方平没多说 马上到 之前咱们一起接王哥的时候 你不是有他的手机号码吗 还留着吗 当然 吴志豪有手机 之前接人 学校将王金阳的手机号码 给了他 方便接站 对方可是舞者 好不容易拿到了对方号码 吴志豪怎么可能不保留 那就好 手机借我用一下没问题吧 你 吴志豪有些不确定的 你不会是要给王哥打电话吗 啊 有点事找王哥帮忙 吴志豪极为惊讶 接着连忙劝道 方平 王哥毕竟是舞者 虽然对咱们还算客气 可这无端端的 方平知道他的意思 笑道 放心吧 是好事 你要是担心 电话号码给我就行 我自己出去打电话 这 吴志豪有些犹豫 最后还是从兜里 掏出自己的手机 递给方平道 你打吧 不过 你多说点客套话 王哥要是不帮忙 你也别介意 千万别得罪了 我有那么傻吗 方平失效 接过了电话 迅速翻开了一下电话簿 等看到王金阳师兄的备注 方平直接拨通了电话 苍山 阳城入山口 从九号下午入山 王金阳花了一天时间 等到十号晚上 差不多把阳城范围内的山脉 都跑了一遍 结果不用说 自然是一无所获 考虑到还得回校 王金阳虽然有些遗憾 也只能选择出山 刚从苍山出来的王金阳 脸色有些疲惫 也有些郁闷 这次前后浪费了三天时间 除了在医中小有收获 大头却是没到手 五十万的赏金没拿到 自己筹集资源 恐怕还得耗费一段时间才行 这个学期末 自己恐怕无法突破三品镜了 吐了口浊气 王金阳也不是患得患失的人 大不了再找点任务接好了 拎着背包 王金阳准备先回家一趟 晚上就坐车回校 刚走到入山口的马路旁 背包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这部手机不是经常用 加上这次进山追捕犯人 王金阳一直扔在了拎包中 微弱的震动感 要不是因为他是舞者 还感受不到 换成还在山里 王金阳肯定懒得接 反正知道这部手机号码的 都不是什么重要任务 不过这时候没其他事 王金阳还是打开背包 拿出了手机 扫了一眼号码 扬成本地号码 不知道是学校这边 还是扬成的一些企业老板找的 想了想 王金阳还是接通了电话 王哥 电话一接通 听到对面传来的声音 王金阳微微皱眉 他还没那么健忘 这才两三天 哪怕电话声音有些失真 王金阳也听出了对方是谁 那位阴祸得福 气血暴增的小学弟 是我 方平学弟 方平开门见山道 王哥 有件事情 打扰一下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回阳城一趟吗 嗯 王金阳微微皱眉 也没说自己现在还在阳城 但笑道 不知道方平学弟 有什么事找我 方便的话 在电话里说也行 这事有些麻烦 其实我也不知道 找王哥有没有用 可我认识的舞者 就王哥一人 具体的电话里也不方便说 大概就是 我遇到了一个疑似逃犯的家伙 结果不小心 就伤到了对方 现在有点小麻烦 不知道 该不该直接将对方 交给警方 又怕伤了人 后续有麻烦 毕竟我马上高考了 一旦错过了高考 方平简略地说了几句 什么都不说 王金阳吃饱了撑的才会帮忙 不过方平也没说得太详细 主要意思还是寻求帮忙 这也算是方平小小的试探 试探王金阳心性如何 试探王金阳 有没有这个能耐 摆平后续麻烦 等方平说完 王金阳眉心忽然跳动了一下 他现在对逃犯 这两个字很敏感 一瞬间的功夫 他就想到了黄斌 可想想也不可能 黄斌可是二品巅峰舞者 哪怕王金阳自己遇到了 也得小心对待 方平说自己伤到了对方 王金阳下意识就排除了黄斌 自己要是到了江城 回到了南江武大 这事王金阳肯定不会插手 他和方平又不是太熟悉 可现在自己人在阳城 方平气血不低 武科有望 要是顺利的话 对方今年很有可能考入南江武大 送个顺水人情 也不是不行 心里想着这些 王金阳爽快道 事情我大概知道了 这样吧 我刚好还在阳城 找个地方 你相信跟我说说看 要是不麻烦的话 我帮你打个招呼 真机局那边 自己也得去一趟 虽然人没抓到 可还是要交代一声的 要是方平的事情不大 刚好和那个胖子说一声 附带的事 有胖子开口 伤到一个逃犯算什么 当然 要是事情有些麻烦 王金阳也不会过度参与 他和方平又不是很熟 能帮着打声招呼 已经够对得起对方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啊 第一个